我们的营养学家在营养学方面 他们的认识的层面 只看到它的营养成分 它没有看到 它缺两个东西没有看到 它第一 它没有看到 这些营养成分进入到机器里边 它整个的工作的过程 一个完整的过程是什么 你说它自考虑给它没考虑瘦 身体能不能接受 身体在接受的过程里边 它会做什么工作 你比方说蛋白 蛋白身体在分解蛋白的时候 身体花跌的时间最多 为什么呢 因为蛋白是大分子 生物大分子 那如果十米过的 十米过后的 一样的 因为那些东西的话 你看你用机器打的 它最后从分子水平上 它还是大分子 那么这些大分子靠什么 靠身体里头产生的各样的酶 蛋白酶 来把它分解 分解成氨基酸 那么实际上 你看 它由于是大分子 所以蛋白含有能量就比较高 那如果增加我们身体的酵素呢 酵素增加呢 酵素增加它是这样的 据说 我先讲这个 在营养学上 就是一个基本概念 在营养学上 实际上 就是三种营养素 蛋白脂肪和糖 这三种东西呢 然后再加上 维他命和微量元素 两个调节剂 实际我们现在又增加一个调节剂 就是纤维 纤维啊 纤维 实际上身体里有三个 有三个调节剂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介质 就是水 所以身体里边的基本的物质组成 它是由这七大部分来组成的 那么这三个营养素 我们不讲调节剂 我们讲营养素 三种营养素呢 它的特点不一样 前面 这个 前面这两个东西 糖和脂肪 主要用来做能量 来燃烧 蛋白质有它的特殊 它可以做材料 它也可以做燃料 比方说细胞蒸脂 也是盖大容 它是钢筋碎泥 脂肪 作为这个装修 木板啊 一些辅助的东西 脂肪 做细胞膜啊等等 但是它不能做骨架 做骨架主要靠蛋白 所以蛋白呢 它主要是两个用处 一个是做材料 它也可以做燃料 好了 那么我们先讲做燃料 做燃料 这个糖 是最容易燃烧的 相当于在炉子里边烧死 其实我们身体啊 就像一个燃烧的炉子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慢氧化碗 就是一个燃烧过程 就如同一个蜡烛燃烧一样 一个蜡烛燃烧的时候 你用一个杯子一扣 它就灭了 为什么 氧化反应停止了 所以燃烧是一个激烈的氧化 身体 你用一个大的杯子 把身体一扣 生命也灭了 所以生命也是个氧化 生命是个慢燃烧过程 你身体的热量哪来的 是燃烧所释放的热量 所以氧化 氧化反应是 是我们生命这个system 它所用的一个 基本的能量形式 好 那子相当于这个炉子 所以身体就像一个炉子一样 你要让它继续维持着 你要继续天然料 烧糖就是烧紫 很容易 但是问题在哪呢 它不扛烧 紫一点就着 但是很快就灭了 很快就燃烧完了 它好处什么呢 没有炉子 没有炸 那子房子是什么呢 相当于烧木头 比子还扛烧一点 但是烧完了会有一些 灰 木灰 那么蛋白是什么 蛋白是煤 扛烧 烧得很旺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第一 要把大块的煤 砸成小块的煤 你才能填到炉子里去 第二 燃烧过程里边 它一定残留很多乳渣 这些乳渣要清理出去 要不清理出去 它就把身体堵塞住 它就把炉子堵塞住了 所以呢 在蛋白虽然它含有能量高 但是作为身体运用它的时候 它的工作量也很大 这是营养学家不考虑的 所以为什么你大量摄取蛋白 它会产生什么现象呢 当你用不掉的时候 身体还要靠大量的煤把它分解排泄掉 这个工作量就更大 而且蛋白对身体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 它用多少 它要接受多少 它用不到的 它就不接受 不接受的部分 它就变成了垃圾 就必须得拿走 我们现在吃饭 第一碗饭 那是饭 第二碗饭刚好了 第三碗饭就多余的 你就不能再吃了 吃了以后 就肚子就胀了 吃第四碗饭就肚子疼了 第五碗饭就上医院了 所以从第三碗 第四碗 实际上你吃的都是毒 都是 对身体是危害 不是营养 身体它有个肚 你过了这个肚子 它就转化 是吧 好 那么说 你非放到肚子里头 你放第三碗 他要把这个 想办法 把这第三碗饭拿掉 放在第四碗 他就已经是接受不了了 放第五碗 他已经要关护着 就必须到医院开刀 把它冲上 拿走 那么这就是什么 说明一切东西都不可顾 不是越度越好 维他命好 它就大把吃 蛋白质好 就大把吃 那么这些东西都 违背着生命自身的一个 其实我们在中医学里边 他也讲得很清楚 阴平阳密 什么东西 就是说中庸自盗 这些观点都是很正确的 那么 好 那么在这里头 讲蛋白的时候呢 就说 为什么蛋白质不能多呢 因为蛋白质多 它惹祸 除了 它把身体能塞住 除了它消化 身体大量的霉 来消解它 其中它还组合 用不了的蛋白 它还能够组合成什么呢 组合成很 很糟糕的这些毒素 因为放在身体里头 它会腐败 放在身体里头 腐败以后 它变成毒素 那么这些毒素 其中有一部分 它变 其实这些毒素里边 它 这里边 具体我就不展开了 这些毒素 它不是普通的毒素 它可以伤害 细胞的脑部 伤害细胞的脑部 所以现在造成癌症 发病率这么高的 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之一 就是摄取过长的蛋白质 糖和脂肪 过多的摄取 顶多让你胖 你胖而已 但是它不会让你伤害到脂肪核 就像以前 你看我们没机会 吃大鱼大肉的时候 几乎听不到有谁的癌症 30年前 中国大陆开放以前 很习气的这个名词 这个病词 癌症 现在看来比比皆是 几乎在你周围的圈子里头 家庭圈子 朋友圈子 亲戚圈子 工作圈子 你转转看 比比皆是 这就说明 白魔这个阴影 像一个魔鬼一样 越来越激进 而且现在癌症的发生 它的趋势是什么 第一年轻化 第二是什么呢 家庭多成圆化 一个家庭里面 现在就发生的 不是一个癌症 两个三个 我在马来西亚 最多的碰到 一个家庭里头六个癌 你看几个人 一共十几个吧 才与一场的 非常烤化的问题 是同一锅饭的 是吧 所以它 其中一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呢 持续亲属 那么这里 与它的基因背景有关系 第二个的话 如果是横校呢 比如先生啦 旁系亲属的话 那它就是什么呢 与你生活环境 无事的关系 总而言之 在你的家族里面有 你都脱不了干系 那么他们自己 也有一危机感 下一步是不是我 你看得癌症的病人 首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是我呢 老师你第三场的场地 恐怕要大一点了 这个听第三场的人 搞不好第一场 第二场没听的人 第三场都还会来 所以癌症这东西的话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怎么能够 是现在来听癌症 不是癌症的病人 首先第一个 是癌症的加速 第二个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建立起来 这样怎么样 才能恰到好处的 预防癌症 因为得癌症的人 第一个 第一个反应 就是为什么是我呢 他根本不相信会是他 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 不相信是什么 可能是别人 因为我平常 我还挺注意营养的 为什么会是我 恰恰就是你 所以这里说 他有一个正确的 健康观的问题 您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照顾这些癌症病患 都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自然区的方式 所以我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它实际癌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病 对 搞不好光这个演讲就要讲两场咯 它是非常根据需要了 因为需要量很大 因为这个本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么这个它的复杂性就在于什么呢 复杂性就在于说 患者本身 我知道老师你下次可以办 就是这个后面这两场 就是cancer的 然后呢 附赠前面两场 前面两场是附赠的 那这样子我觉得 我觉得光直接来听这两场 因为它如果没有听前面 前面的一两场的话 我觉得那个观念概念会形成不了 很很完整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场 cancer的演讲 附赠前面两场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完整 而且现在我知道 癌症的理论呢 也是全新的 所以为什么叫做自然医学解决 癌症的新途径 老师你下次要再来一趟 还是说你今天就想去看一下场地 你看一下可以啊 因为我怕他们下班 对 如果说要看场地 可能要现在 因为快要6天 可以啊可以啊 你可以问一下 要不要 不是这里 不是是在隔壁 就是在走过去 走过去 就走 对他走过去 你要过去看一下吗 因为6点了 他会不会下班 对啊 就所以我要不要